好,我們來看一下 萬有引力定律 萬有引力定律 那萬有引力定律是誰提出來的 牛頓嘛,這個你知道嘛 好,那我們看囉 那提出者是誰 提出者叫做牛頓嘛,是不是 牛頓 那牛頓他怎麼樣被蘋果砸到頭之後 他就說,為什麼會被砸到 為什麼蘋果往下掉,為什麼不要往上肥 基於這種抱怨的心態 他怎麼樣 他就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 那為了去證明萬有引力定律 他還發明了微積分喔 造成現在大家的學數學 學得很痛苦的一個情況 這提出的是牛頓喔 那他內容是什麼 內容 他告訴你 任何兩個物體之間 他會互相吸引的力量 這吸引的力量會跟怎麼樣 質量的乘機乘正比 距離的平方乘反比 可是呢 你今天說任何的東西 其實牛頓只適用在哪裡 只適用在幾種情況喔 指點對指點 因為他是微積分區推檔嘛 一點對一點可以 一點對一個球也可以 球對球也可以 像其他的 像比如說我跟你之間 那我們的萬有引力 是不是利用執行 找出執行位置 跟距離的平方乘反比 是不是這樣子 那就不是喔 那就不是這樣子喔 他的情況會比較複雜 也就是說我們的萬有引力 會跟距離的平方乘反比 跟質量的乘機乘正比 那我們說其中F是什麼 萬有引力嘛 那這萬有引力出來 是多少牛頓喔 多少牛頓 那G呢 G是萬有引力常數 這G的指會等多少 G會等於9.8 6.67X10的多少 乘以10的-11次方 9.8是重力加速度啦 是那個G啦 這萬有引力常數是怎麼樣 它是萬有引力常數啦 或者萬有引力係數 6.67X10的-11次方的牛頓米平方 除以公斤的平方 是到這樣情況 好啦 那 你的大M跟小M 這是怎麼樣 物體的質量 物體的質量 物體的質量喔 那R是什麼 R是你的距離 距離指的是多少什麼 多少公尺 你的距離喔 距離 這是什麼 兩指點之間的連心距離 如果是指點就是指點的連心距離 如果是球呢 就是球指心的連心距離 如果不是球的話 指點可不可以試用 不可以試用喔 不可以試用喔 所以呢 這個 它是F等於R平方是G大M小M 它是適用在哪裡 適用在什麼地方 適用在指點對指點 指點對指點 指點對球 指點對球 或者球對球 這是可以的 如果不是這個 如果不是這個 它可能就不太適用 它不太適用 好啦 那這樣子萬用力 它怎麼樣 它的特性有哪一個情況 它的特性喔 你看它的特性 萬用力的特性 第一個我們說 萬用力本身它是一個什麼力 它是一個超距離嘛 不需要碰到就可以了 就會有這個力量 它是一個超距離 而且這超距離怎麼樣 僅有吸力喔 只有吸力而已 僅有吸力 沒有排斥力喔 不像你的靜電力還有排斥力 它只有吸引的力量 只有吸力而已 第二個呢 我們說 這個萬用力是 互相的力量 它是一組作用力反作力 我去吸你跟你去吸我 這是一個一組 一組什麼作用力反作力喔 我說兩物體間的萬用引力 為一組 兩物體間的萬用引力 兩物體間的萬用引力 為一組作用力反作用力 它特性是這樣子 好啦 那應用可以在哪裡應用耶 最主要應用你看得到 在哪裡 你日常生活中都用到它啊 你頭次 比如說咬尿 那是我的萬用引力 腰啊 不然它怎麼掉下去 飛起來那不是你很可怕嗎 大便 漂浮 有沒有 感觉像星巴克的漂浮 以后在喝星巴克的时候 还会想要点漂浮吗 就好像那个油纸 闹晒的时候 一般来讲你的应用会在哪里 你会看得到它应用 比较看得到 因为它万有力的G这个太小了 所以我们必须找比较大的 大的部分像什么 像你的心体之间的运转 心体之间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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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么 这个就是你的它的一个应用 像人造卫星绕着地球来转 或者地球绕着太阳转 或者月亮绕着地球转 都是属于这种万有力的应用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没问题 没问题来看重力场 所以你要特别记住 万有力定律是你的 你的万有力是跟距离平凡 有没有 你的领域代表跟距离平凡 成反比跟质量的成绩成正比 但是它只是用在质点跟质点 质点跟球 球跟球之间 其实这里的考试题目 常常都会考 会有考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它考 体积突然膨胀 体积突然膨胀 或者密度不变 半径变为两倍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来 我把它擦掉 我们来讨论这些情况好了 来讨论这边 我把它擦掉了 课本这边有 好 这种它的考试提醒分析 常常有哪一种体型的分析 第一种体型分析是怎么样 体积突然膨胀 来 我们看 第一种是 比如说体积 膨胀了 比如说八倍 类似这样子 好 那你看 如果它体积膨胀了 八倍它问你万优引力会变为原来的多少倍 那你可以说 体积膨胀八倍 那么我想请问你 体积如果膨胀八倍 半径变为几倍 半径是变为几倍 半径膨胀了几倍 有没有 是不是两倍 假设它均匀的膨胀 是不是半径是不是两倍 二二得四四二得八 是不是半径是两倍 那这样万优引力会变为原来的多少倍 万优引力 质量不变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是等于R平方分之G大M小M 那如果呢 这边变为两倍 所以L优浪会变为多少 半径变为两倍 那万优引力会变大是变小 你在上面的重量会变大是变小 变小吗 我在上面 我在上面 物体在上面所说到的那个 站在地表上面 它的万优引力的吸引力大小会变小 变为多少倍 你在表面上面 是几倍 四分之一 半径不用两倍二的平板 就是四分之一 半径越大 你的吸引力就越小 它指的是在地表上面 我们如果站在地表上面 它的吸引力会变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倍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呢 考试题目它会怎么考 它会怎么考 它会告诉你 它会告诉你比如说密度不变 然后呢 半径变为两倍 假如它告诉你 密度不变 半径变为两倍 那这时候怎么办 密度不变 半径变为两倍 那我们先来看 好 这半径变为两倍 这个我们知道 可是由半径变为两倍 我可以知道体积变为多少倍 体积会变为几倍 二二的四 四二的八 体积是不是八倍 体积是不是八倍 那因为密度不变 因为密度不变 这两个合起来 所以质量变为几倍 体积变为八倍 所以质量变为几倍 质量是不是也是八 倍 体积变为八倍 所以质量变为八倍 体积变为八倍 质量变为八倍 所以我的万优引力是多少倍 万优引力本来F是等于R平方分之G大M小M 那现在R5plus是多少 各位半径变为几倍 半径是不是两倍 是不是二R的平方 G 质量变为八倍 那出来是不是得到 两倍的G大M小M R平方 所以你在地表上面的万优引力 在那个表面上面的万优引力 会变为原来的几倍 是不是两倍 是不是得到两倍 是不是变为原来的两倍 好 这两种提醒要把它注意 当然还有第三种提醒 然后说直接告诉你 质量变为几倍 半径变为几倍 请问万优引力变为几倍 就这样子而已 互相比较而已 那这个是太简单了就不写了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个可以吗 这个懂吗 这个体积膨胀八倍 其实这个暗示你是质量不变 这是质量不变 所以其实我们的考题有两种 就是你比较不会的考题有两种 一种是质量不变的考题 一种是密度不变的考题 那如果是质量不变的话 体积膨胀八倍 半径变为两倍 因为上面都没有变 半径变为两倍 二的平方四分之一 所以万有力你在地表上面的万有力 会变为原来四分之一 如果密度不变 半径变为两倍 那注意哦 密度不变 半径变为两倍 半径改变 体积改变 体积改变 密度不变的话 质量就改变 所以半径变为两倍 体积是不是二二的四 四二的八 八倍 体积积积密度变成质量 所以质量也是八倍 把带进去 带进去 你的万有力就变为两倍 万有力就变为两倍 这样有没有问题 可以啦 其实这种题目就是类似说 比如说 假设有一个 两个星球 然后 你这边是R 这边是R 假设这两个的密度都一模一样 那請問這邊的萬有引力會是這邊的幾倍 你站在地表上面的萬有引力 會是在這邊的多少倍 兩倍嘛 因為半徑變為兩倍 我算算是兩倍 所以萬有引力就變為原來兩倍 這樣知道嗎 因為密度一樣嘛 密度一樣是不是代表 密度一樣的話是不是代表這兩個的質量 就不一樣了 就變為八倍 這樣可以嗎 沒問題啦 沒問題來看重力產 第三種考題你可以自己把它寫上 就是質量變為 比如說質量變為M倍 半徑變為N倍 問你萬有引力會變成原來多少倍 就這一種提醒 好 接著來看喔 重力產強度 重力產強度 好 那什麼是重力產強度啊 重力產強度啊 重力產強度 所謂重力產強度是指的是什麼 就是重力產 你的我們先看什麼叫重力產 重力所作用的範圍啦 好有沒有 這重力產什麼是重力產 什麼是重力產 就是重力所作用的範圍嘛 好 重力作用的範圍 那因為其實重力作用範圍 它跟距離平方成滿比嘛 有沒有 所以呢 其實它是無窮遠的 只是越遠的地方 它越來越小而已 小到最後你可以忽略 這重力產 那這重力產的話 我們說以 以地球來講 重力產強度是什麼 重力產強度 所謂的重力產強度 所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重力加速度 就是我們的重力加速度 就是重力加速度 那什麼是重力加速度 來我們說 F是不是等於MG 那所以呢 G可以寫的什麼 F除以M 這出來就是你的重力產強度 那F的話 剛剛萬元力不是寫過嗎 是不是R平方分之G大M小M 所以除掉一個M 就變成R平方分之G大M 是不是都要像情況 R平方之G大M 好 R平方之G大M 這是你的重力產強度 重力產強度 它所指的是 由這個地方 你可以知道它是什麼 單位質量 單位質量 好 所受的力量 單位質量所受力量 好 就是你的重力產強度 重力產強度 那當然在地球 地表 地表上面重力產強度是多少 在地表上面重力產強度是多少 地表上面重力產強度是多少 9.8嘛 好你把地球的半徑帶上去 6400公里 6400公里 那G呢 6.67乘以10的負11次翻 那地球的質量 多少 大概是6乘以10的24次方公斤 你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個算出來 大概是多少 在地表大概是9.8的M除以S平方 好在地表的重力加速度是 是9.8的M除以S平方 好 所以呢 這重力產強度的話 如果我們把它畫一下圖形 畫一下圖形 那 假設這是地球 地球的表面 是這樣子 那你的萬有引力呢 你的重力產強度是怎麼樣 外面是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好 這邊的指剛好是多少 剛好是等於9.8的M除以S平方 是這樣子 好有沒有 因為這個指是等於多少 哇 是不是R平方之G1大 是不是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那內部的部分呢 你把它稍微記一下 到時候我們高二會介紹 內部的話 它是一條直線 內部它是一條直線 它是一個乘正比 內部是一條直線 它是乘正比 因為我們 那到時候要介紹一個叫做球科理論 可以來介紹這個 內部是乘正比 到中心點剛好是0 為什麼中心點是0 我現在可以介紹給你 你到中心點的時候 這邊的全部的吸引力都一樣 所以這邊是沒有引力藏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有人把那個 有沒有把 就那種感覺 類似把蘋果放在金字塔的中間 好像不會爛掉 有沒有看過這種傳說 有沒有 那事實上會不會爛掉 我也沒有做過實驗 不知道 我有沒有去探討 日常生活中的東西 東西太多要探討了 不需要 換蘋果在那邊 然後呢 拍子它 可是我去哪裡找金字塔 我做一個三角形 那吸引力不夠沒有辦法 那引力要夠大 我就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教材 以後就變成金字塔達人 然後呢 在某次不小心做實驗裡面 剛好門被鎖住了 埋在裡面就死掉了 千年之後 屍體沒有腐化 然後呢 到時候發明了死後復生的藥 我吃下去之後 就復活了 到時候變一個很有價值的人 因為古 因為以後的人搞不好因為 可能都沒有走路 所以腳都變得很細了 手變得很細 頭變很大 對 神鬼傳遣師 那就變一個很帥的人 什麼呢 怎麼拿槍把我殺了 那年代都完全不一樣 一千年之後不知道地球有沒有存在 如果地球哪一天真的要毀滅 那種感覺會怎麼樣 比如說 月球再過 兩年之後就要毀滅了 你在這樣子過的 在這邊過 這邊 幾十億人口的那種 生活的感覺會怎麼樣 會不會很可怕 什麼 先砸到中國 為什麼先砸到中國 他砸到哪裡就死啊 他砸到海裡就不會死嗎 砸到海裡 然後噴上來 那個整個海水上來 那個海水倒灌死得更可怕 倒不如這樣下來壓死了 一下就沒有感覺了 淹死是可怕的 你還在掙扎 有沒有 所以這個實在是有一點 想一想是蠻可怕的 好 那這是重力產強度啦 那我們說物體受到重力產強度 的力量 這力量我們就把它叫做重量 重量喔 那所以呢我們來看重量 什麼是重量 什麼是重量 重量就是物體 你的物體喔 受 重力產 你說到重力產喔 的引力 引力 之力量 力量 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 你說到重力產引力的力量 就把它叫做重量 就把它叫做重量喔 就把它叫做重量 這樣 所以呢在地表上面 它的重量就怎麼樣 這重量就是等於F等於MG F等MG 重量就是F等MG 那 這個地方呢 我必須要告訴你 有人說在地表上面 1公斤 的 質量是1公斤重 1公斤的質量是1公斤重 所以呢 各位 你要特別注意喔 重力產強度 這裡 在乾淨幫你補充一個很重要的單位 叫做1公斤重 除以1公斤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說 如果 我們受力喔 力量 受到一個 多少 受到一個 那個假設 假設我們說 5公斤重 5公斤的 5公斤的物體在地球的重量是多少 那你看喔 F就等於5公斤 5公斤乘以 5的 乘以你的什麼 這寫那個 好了 它是5公斤 乘以 重力加速度呢 1公斤重 除以1公斤喔 那出來是等於5公斤重 所以是得到這樣子喔 5公斤的物體在地球上面的重量就是5公斤重 或者你也可以寫成 5公斤 乘以9.8的m 除以s平方 出來得到49牛頓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 5公斤重 其實就等於49牛頓 5公斤重 就等於49牛頓 好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情況 好 這你的地球的重力產 地球的重力產 那月球呢 各位月球的盈利 是地球多少 你把月球的質量帶進去 把它的半徑帶進去 有沒有 那 他說月球質量是地球的0.0125倍 半徑是地球的0.2725倍 那得到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是多少 月球表面重力加速度是得到6分之G喔 月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是得到6分之G 它是得到6分之G 蛇 超過2分之G